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我在市区开车记录了一些在实际驾驶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 例如在交叉路口,让行,变道,跟车,防范轨探头等相关的驾驶技巧 下面我来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我开车在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时 右侧道路车辆没有让我执行车辆先行 黑色轿车是错误的驾驶方式 如果发生寡秤,黑色轿车要负全责 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 左弯的右道车也是让本车道的执行车先行 我们看前方出租车 变道时不开启转向灯 变道时应该提前开启转向灯 在不影响车道内正常行驶的车辆为前提 才可以变道 在通过人行横道斑马线时 要注意里让行人 而且一定要注意电动车 因为电动车的速度比较快 有时行人刚通过 后面会突然冲过来一辆电动车 如果在斑马线出现了事故 划分责任肯定是汽车站主要责任 像这种情况 有障碍一侧的车辆 要让没有障碍的车辆先行 跟车距离不要太近 遮挡位置能看到前车保险缸下眼就可以 此时车间距有两米多 如果前车静止不动 我们打满方向是可以通过的 前方有大车站道遮挡视线时 一定要缓慢谨慎通过 我看大车刹车灯亮了 前方应该有行人或障碍物 大家记住超车看车头 一定要注意防范轨探头 这种左转弯 要用左转拐大弯的原则 走中间车道 如果前方有情况 我们还可以选择左右车道行驶 或避让 左右边道都很方便 前方道路左右两侧挺有车辆 过道狭窄 快速判断能否通过的方法是 左侧车辆位于我们车辆 封挡左下角 就不会碰到 右侧位于封挡玻璃下眼 一半位置的外侧 就是安全的 可以放心的开过去 左前方有个停车位 我先向左侧靠 然后向右侧达满方向 使车身摆斜45度角 我这样可以一次倒车入位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对您有帮助 请点点赞转发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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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